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的时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在一盏灯下面看书 看的是什么书 101种方法让自己睡不着 嗯 鸭子为什么会看这本书呢 我从来没有这么困过 我能一口气睡上好几个星期 不 好几个月 大熊困困地说道 手里面还拿着他最喜欢的粉红色兔子玩偶 他想要睡觉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不知道隔壁大熊在干什么呢 鸭子惬意地喝着咖啡 瞧着二郎腿 看着书 想着隔壁的大熊在做什么 但是大熊好像正要睡觉了 总算可以睡觉了 来吧 做个好梦 我们的大熊抱着他最喜欢的兔兔 准备上床睡觉了 大熊开门 是我 鸭子 哥们 快点 鸭子大半夜跑去找隔壁的大熊 但是大熊不是睡着了吗 咚咚咚咚咚 大熊从楼上跑了下来 拖着重重的眼圈 看上去好困好困啊 什么事啊 鸭子 我睡得正香呢 大熊喃喃地说道 穿着他的睡衣 嘿 我好无聊 要不要一起玩呀 鸭子看上去精神很好 他想要邀请我们的大熊 跟他一起玩 但是大熊看上去困困的 眼袋都搭拉下来了 想玩台吗 不想 看电影 不看 玩乐队 不玩 做水果冰沙 不做 我们的大熊 拒绝鸭子给他的一切邀请 聊上一整夜 鸭子端着咖啡 好像精神很好哎 不聊 那玩牌呢 你忘过了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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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故事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大熊 看上去 已经有点生气 不耐烦了 但是鸭子的精神 也太好了 那好吧 那好吧 晚安 鸭子 与鸭子 与鸭子 正准备回去 大熊说 让我睡觉就好 然后送走了鸭子 啊 啊 上床 太好了 大熊 爬在床上 又准备美美的睡上一觉 马上就要睡着了 这时候鸭子从大熊的卧室窗口探出头来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喂 大熊 是我 隔壁的鸭子 把我们的大熊给吓醒了 大熊 噔的一下 睁大了眼睛 这可把我们大熊给着急坏了 到底鸭子又要准备叫大熊干什么呢 干什么 大熊很生气 我想做饼干 能吃点糖吗 不借 原来鸭子想要做饼干 黄油呢 不借 面粉呢 不借 但是口上说着不借不借 鸭子还是自个儿拿起了这些东西 拿走了大熊的糖 他的黄油 还有他的眼 黄油呢 你问过了 那我能借点饼干吗 原来鸭子是饿了呀 不借 已经说过晚安了 说过晚安了就要睡觉了 但是鸭子 但是鸭子还是一直折腾着我们的大熊 这鸭子老来烦我 我真该换个地方住 不过 不过回头再说吧 好困啊 必须得睡觉了 咚咚咚 大熊又自己走到了楼上 闭上眼睛 准备做一个好梦 这时候鸭子突然又出现了 站在大熊的身上 低着头望着他 用他的翅膀 戳了戳 大熊的大黑鼻子 蹬了一下 大熊就醒过来了 大熊手里面抱着的小兔兔 也被吵醒了 啊 大熊很生气 大声地咆哮着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有备用钥匙啊 鸭子掏出了大熊家的备用钥匙 这把钥匙是用来应急的 鸭子接着说 我是有急事嘛 急事 大熊问道 什么急事 鸭子说 你到底有什么急事 我们的鸭子到底有什么急事呢 深更半夜 跑来敲我们大熊的门 我的嘴巴受伤了 你看 你看 原来我们的鸭子的嘴受伤了 大声要过来给大熊看一眼 但是大熊根本就不卖他面子 很生气 眼袋都搭拉下来了 大声地说 鸭子 你不许再吵醒我了 出去 马上给我出去 他想要把鸭子 他想要把鸭子赶走 可是 已经说过晚安了 晚安了 大熊很生气地告诉鸭子 已经说过晚安了 就要睡觉了 不应该这样子一直折腾 老天爷 大熊可真凶呀 他的坏脾气搞得我都累了 鸭子轻轻地走回家 一边抱怨着大熊 回到家 鸭子坐在沙发上 喝着热饮 一边看着书 自己给自己讲故事 从前 有一个 有一个 然后 鸭子倒头呼呼大睡了 看来 是真的 空了 我 从来 没有这么 清醒过 我们的大熊 一边 做着蛋糕 根本就 睡不着 但是 鸭子 却已经 睡过去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如果 宝贝们 想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 马上睡觉 晚上 不能够 玩得太兴奋 不然 就睡不好了 好的 宝贝们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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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